熟悉的抖音声曲响起台上上演搭乱斗 老中心三代选手跳着台语改编版的科姆三 当作热身 要等比赛好好秀一波 酷似电影《肚生》里面的小喇叭 胜穿红色碎花西装的青年 加入林波舞的桥段 另外绑着双马尾 穿着红色长裤的小妹妹 又是煞腰又是厕手翻 很是湿巾 除此之外还有帅哥型男组合 除了有加入排舞还有机械舞 听到场上的欢呼加尖叫 就知道拿第一名稳稳的 蛮震撼的 有点惊讶 跳舞队的时候就是 是我的兴趣 我们这支作品后面有排一些 就是原本中国科姆三创始人 他编了一些popping的东西进来 我们有把它融在里面 感觉有点开心 不然有很多人在跳 柯木三又多夯 不只鼓小声都会跳 庄年组也不遑多让 58岁穿羽绒衣外套的长辈 也来参战 尽管有些辣拍 但还是开开心心 手足舞蹈跳完 您现在是举办过非常多次的国际的一个活动 包括韩国的奇马舞 日本的Apple Pen 我们台湾王彩华的波碧舞 都让很多世界人响应 那我们也不狂多浪 也一定要跟世界接轨 尽管宁夏商圈再次强调 舞蹈交流不分国际 但就因为抖音红什么 台湾就流行什么 脸书活动天面有入5000多则留言 部分网友担心会被舞统台湾 有人认为什么舞不跳跳这个 也有人封它为2024年 目前排行第一名最无脑的活动 甚至有人认为是在败坏台湾风气 已让红遍两岸的柯木三 成为今年最具争议的曲目 明星文中文报道